刚才的作调中 许斌在更换了10克的亮片之后 开始有了不断的咬口 而一同前往的岛调们 同样也是收获泼风 在这一片宽广的大水面作调 米兰达S802ML 突出的远头性能 发挥到淋漓尽致 长距离的搜索行程 大大提高了重于效率 然而此时的许斌 似乎还不够尽兴 对于作调撬嘴来说 米籍巨物一直是 路亚爱好者最为终极的梦想 而在这片食物丰富的野生水域 也理应会有大家伙存在 此时岛调们告诉我们 其实这一带还有一处标点 正是出大物的宝地 然而大型撬嘴通常不会成群出没 因此那里的鱼口相当稀少 种鱼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 不过许斌并没有太多的顾虑 既然能够有大撬嘴可钓 那自然是要去探一探的 我现在刚刚用亮片 现在觉得很稀少了 我现在换一个沉水铅笔 试一下钓一下它这种跳跃的泳城 看现在因为鱼的泳城 现在不固定了 我说想用这种沉水的这种铅笔 来试一下看看鱼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泳城 因为我收了中上层都没有 用沉水铅笔进行一个跳跃式的这种 这种寻找这个鱼的泳城是比较会好一点 铅笔更换它不同的泳城 进行钓那种稍微个体大一点的撬嘴 所以说我就更换了沉水铅笔 一样的 用了S802ML 这很单纯 用一个10克的沉水铅笔试一试 先找下 鱼的鱼的鱼 沉水铅笔 这种鱼 这种鱼 这鱼还不小 这条鱼不小啊 这条敲准 这条大鱼的话 口咬的特别重 直接一口捅了一下 在这个时候我一次鱼感觉这个鱼 个体不会很小 所以说我当时的话就把鞋力稍微松了一点 一直在摇线 啊 到头了 在这边 马上出来了 马上出水了 这要打 哦 慢点 大脚 多溜一会儿 让它出现吧 让你把耳射掉 突如其来的大家伙给了在场所有人以及兴奋剂 隐约条件的身影似乎就是我们这次行程最为期待的米吉大翘嘴 那么 徐滨是否能够成功将它收入囊中呢 漂亮 这条鱼漂亮 哇 不停载 哦 呀 漂亮 啊 哦 不停载 力道很大 力道很大 漂亮 啊 啊 好的 像我们现在种鱼之后 不要急着把鱼 拉出水面 让它尽量把它的力卸掉 虽然我们的肝子很很硬朗 但是尽量还是 你看它的冲劲一直在要线 慢慢慢慢溜 这鱼只能慢慢溜 让它让它翻 让它翻 但是这个线千万不能松 你看 一直在发力 它一直在发力 我们利用肝子的这种韧性和泄力 把这个鱼死死的黏着 不能让它 有丝毫的脱钩现象 跟巨物的博弈 许斌需要格外的小心 来保持着恰当的拉力 看着它一次次惊险的翻身 一次次猛然的发力 此时所有人的心 都被提到了嗓子眼 哇 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我得站下来一点 哎 啊 差不多 还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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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了 来 好大腹 来 快点起 不行 下肚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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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绝对也没机 S8点啊 艾苗 米兰达 看一下 经过精准的测量 这位大翘嘴长度为85公分 尽管没有完全达到米级 但分量却足以令人震撼